1943年1月 英国首相邱吉尔在德黑兰度过了自己的69岁生日 随着反法斯战场上的形势逆转 英伟苏三巨头相约齐聚德黑兰 共同商讨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 在这场德黑兰会议上 邱吉尔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因为斯大林和罗斯福都对他关怀备至 尤其是斯大林 作为一个一向不太温柔的领导人 斯大林对邱吉尔的态度简直称得上是讨好 因为他此时急需说动英国 尽快对纳粹发动进攻 以减轻苏军压力 终于在反复权衡下 邱吉尔同意在1944年中反攻欧洲大陆 在主要业务谈定后 会场的氛围轻松了不少 斯大林甚至谈起了战争中的一些心得 他对邱吉尔说 苏联通过伪造坦克飞机和虚假无线电 对德军进行了大量的军事欺骗 邱吉尔也非常认同军事欺骗战略 他说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 在战时真相是如此珍贵 以至于他总需要谎言做保镖陪伴 几年以后 这句关于战略欺骗的名言 传到了一名专业人士耳朵里 对于邱吉尔的言论 这名专家不屑一顾 他对身边的朋友说 我的观点跟邱老胖完全相反 我认为谎言是如此珍贵 以至于他两侧必须有真相附送 1899年 达德利·弗兰格尔·克拉克 出生于南非的约翰内斯堡 作为一名生在约翰这场的狠人 克拉克的父亲就颇有通聊之风 克拉克的父亲奥斯内特 是一个忽悠能力极强的冒险家 曾经在南非忽悠过英国殖民当局 导致了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 比如电解引发了第二次布尔战争 但是也许是由于忽悠本领畜身入化 奥斯内特虽然惹了一些麻烦 却并没有被追究责任 在南非闯到数年后 奥斯内特成功上岸 带着大笔钱财回到了英国 在伦敦西北买下了大量地产 由于父亲的努力 在短短几年之内 小克拉克的身份就成功从罗马到了罗马 从殖民地小牛马变成了首都上三旗 真正成为了婆罗门中门 人上人上人 由于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小克拉克顺利地成为了一名阳光开朗大男孩 1912年 克拉克进入了英国著名的查特豪斯中学就读 作为英国最贵的中学之一 查特豪斯中学是一所军旅气息很重的学校 经常组织军装游行的活动 对于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来说 谁能拒绝这种制服诱惑呢 富裕的生活本就让小克拉克不堪重负 他早就想摆脱这种无趣的氛围了 所以中学时的克拉克从此立下了宏愿 真男人得当兵 跟着别人入关算啥本事 像慧敬顿一样 带着别人入关才是真本事 在学校里 克拉克就经常穿着军装 在这种从军的期待下 1914年克拉克听到了一个好消息 英国跟德国宣战了 世界大战开打了 风起因子的机会 这不就来了吗 15岁的克拉克立刻参加了陆军的申请考试 经过培训后 1916年克拉克成为了一名炮兵少尉 马上就要派往法国前线 然而就在部队即将开拔的时候 克拉克却被突然节流了下来 上战场位随的克拉克非常愤怒地 去质问不让自己上前线的原因 得到的答复是 未满19岁的军人不得部署海外任务 你才17岁 没资格去 对于戴英军队的严苛整路 相信看过我节目的大家应该是有所了解的 威尔特一个虚报身份的外国人都能出去打仗 但克拉克却被坚决地留在了国内 克拉克不知道的是 戴英之所以如此铁面无私 其实是他的全腹在起作用 在一战中 克拉克的父亲奥斯内特自费建立了机动救护车旅 拯救了交战双方大量士兵的生命 因此在欧洲各国都略有人脉 对于儿子上前线的要求 奥斯内特只有一个字 不行 为了上前线 克拉克依然加入了空军学校 想以空军身份避开年龄限制 然而父亲还是通过车能力 生生把他给拖到了1919年 才给了他军衔 这时候世界大战 他已经结束了 没能打上世界大战的克拉克非常失落 前往中东的外派任务也不好好出了 他开始日常请假周游世界 一路留待到了1922年 一段感情生涯改变了他的人生 1922年2月 克拉克在德国威斯巴登参加了一场晚宴 在宴会上 克拉克见到了一位美女 在日记里 克拉克记载了这位美女的英容笑貌 那是个气质独特的女人 有漂亮的高颧骨和深渊般的黑色瞳孔 我确信她是斯拉夫人 但却非常不像斯拉夫人 我很难用语言形容那种气质 总之 这位宝像庄严的美女完全地俘获了克拉克 哪来的美人 长什么美给谁听 经过了一系列侦查 克拉克得知 美女名叫妮娜 是沙俄的贵族 十月革命后独自流落到德国 但却坚强地靠着过人的艺术品位 和社交手段在德国混得很好 还经常接济其他的白鹅难民 面对这样一位 即美貌美貌和美貌于一身的女子 克拉克坚决地对妮娜展开了追求 也不能叫舔狗吧 应该说叫做犬系男孩 妮娜似乎对克拉克也很有好感 就在克拉克准备求婚时 妮娜却提到了一个难题 她有一个亲戚逃出了苏联 但是现在已经身云纷纹了 亲戚现在被困在了保加利亚 没法过来团聚 听闻妮娜有难 克拉克立刻表示 不就是钱吗 妮娜愤怒了 我拿你当朋友才跟你倾诉 你以为我是乞丐吗 我当然有钱 只不过现在由于保加利亚局势混乱 我根本没法把钱寄过去 得知女神不要自己钱后 克拉克愈发感动 不就是送钱吗 我去 你把地址告诉我 我亲自给她送去 妮娜当场拒绝 不行 这事太危险了 克拉克说你放心吧 保加利亚我熟 我一定平平安安的回来 经过反复推拉后 最终妮娜勉强同意了克拉克的提议 次日交给了她一个信封 临行前仔细地叮嘱克拉克 您千万别让自己受伤 我在这里等您回来团聚 带着和女神团聚的期待 克拉克激动地前往了保加利亚 经过一路坎坷后 她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敲响了收件人的房门 一个大胡子斯拉夫壮汉走了出来 克拉克不懂俄语 对方也不会英语 双方的手语友好的问候一下后 克拉克把信封交给了对方 大胡子很礼貌地 把克拉克请进了室内 帮她倒上了咖啡后才开始干信 克拉克此时感叹 妮娜一家不愧是贵族出身 对面这大哥虽然长得比较生人无尽 但礼仪却非常周到 让她的心里暗自称赞时 大胡子已读完了书信 她抬起头 对克拉克露出一个诡异的微笑 然后一拳就打在了克拉克脸上 克拉克也不是怂人 面对这个场面 她自然不处 对着大胡子拳头上去 光光就是几脸 紧接着 大胡子对克拉克使用了 连纹锅肩帅 无敌风火轮 双重蚝友梗 由于那年头没有银行卡 勉强逃生的克拉克身无分文 差点一路要饭回去 等她回到德国后 果然妮娜早已离开 据说她此时 已经跟自己的俄国情人相聚 俩一起去南美享受生活去了 很久之后 克拉克才还原了这起事情的真相 那个大胡子 本来就是妮娜的情人 只不过因为没钱 被困在了保加利亚 妮娜想救她 却不敢自己亲自送钱 于是就找了个不知底细的傻子 来干这件事 而妮娜在信里 肯定也跟大胡子 讲了这些情况 所以大胡子才决定 在临走之前 扎干自己最后的剩余价值 在整个故事里 妮娜找回了老公 大胡子获得了自由 只有自己 是丢脸丢人又流泪 平白无故挨暴 可以跑到中欧现大眼 女神跑了还心碎 听完克拉克的经历 费扬扬都得点根眼 这场神奇的仙人跳 给克拉克留下了很深的心理影 这就好比有人找小约翰 写一篇硬核狠人 就有狠人是星野园一样 在这起事件之后 克拉克虽然嘴上说着 这事翻篇的 但他心里却偷偷地 折上了一个角 事实证明 治愈双双的方法 有很多种 而克拉克治愈自己的方法 正如唐朝大师人 亚历士多德所说 一朝威胁咬 处处问题咬 经历了四仙人跳后 克拉克悟了 在被仙人跳破防之后 克拉克从此悟出了一个道理 脚踏两只船 迟早要翻船 脚踏万条船 翻都翻不完 他的感情事业 从此开始了大面积撒往 却终身未婚 跟克拉克一比 波塞东都算是个汉牙子 但神奇的是 海王克拉克 却丝毫没有臭名昭著 反而由于审美一流 而被广泛认同 以至于英国社交圈 有很多女性 后来都曾与克拉克暧昧为荣 她们后来被称为 达德利的公爵夫人 除了在情场上大胆创新外 克拉克还进行起了文艺创作 作为对英军 不让自己上这场的爆火 克拉克用行动证明了 什么叫做 不让我上桌 我就拉锅里 这边自导了一系列戏剧 其戏以黑军队朝代英为异 由于创作水平高超 后来克拉克的弟弟托马斯 被培养成了职业编剧 还凭借了《薰衣草山暴毒》 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 由于克拉克创作的剧目 让英国军方屡屡破防 1936年 任务可忍的英军 终于将这个小黑子 一脚踹到了巴勒斯坦 给你发配出去 看你还怎么演 然而 克拉克对这次发配 却非常满意 因为他终于可以参与实际业务了 到达巴勒斯坦后 克拉克负责起了情报工作 事实证明 他在这方面很有天素 很快就由于工作节出 被不断提拔 在一路高升中 二战爆发了 二战爆发后 由于在情报界的名声 1940年 克拉克被调回了伦敦 成为了陆军参谋长的助理 然而 此时的克拉克 已经没有什么发挥空间了 因为随着古德里安的一路飙车 英军在敦克尔克 已经决定战略转进了 虽然在丘吉尔的吹噓下 敦克尔克大转进 似乎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但想想也知道 被德国人一路踹到跳大海 怎么想也很难让人骄傲起来 面对着大转进后低沉的士气 克拉克对上级提出了一个 深刻影响了通辽宇宙的提议 他认为 部队想保持士气 就一定得保持一定频率的战斗 虽然咱们现在在正面战场上 与德军相比略有劣势 但是咱们海军强啊 咱们可以组织小分队 跨海搞头戏啊 这个建议迅速得到了采纳 丘吉尔第二天就批准了这个计划 既然你克拉克是首上者 那就由你负责拉队伍吧 克拉克奉命组建这支部队 并亲自将其命名为突击队 对 就是后来杰克丘吉尔参加那个突击队 对于这项队伍的差事 克拉克心着澎湃 多年以来 做将军的梦想 一直潜藏在他的心中 在组建突击队时 克拉克精挑细选 能入选的士兵 人均都是伦敦八十万陆军枪暴教头 在丘吉尔的强烈催促下 克拉克决定来一次首秀 带着一百多人决定投袭法国家来 他们决定 兵分四路 上岸以后侦察莫绅抓住 给德国鬼子们一点小小的戴婴震撼 兄弟们 这仗一定要打得漂亮 除于稳妥起见 上级要求 所有上岸的人一定要有战斗经验 所以 战斗经验为零的克拉克 只能拿着望远镜在船上观战 1940年6月24日行动开始 应该说这次行动的结局还是不错的 除了上岸就被发现 侦察卫国 莫绍失败 俘虏没抓着外 英军士兵们还是成功的击毙了两名纳粹士兵 而且全体毫发无损的回到了船上 但是 英军此战却并不是零伤亡 而是由一人受了轻伤 这个人就是在船上观战的克拉克 作为一个在战场之外的观察组 克拉克居然被德军随意扫射的榴弹打中了耳朵 成为了这场战斗中唯一的负伤者 回到了英国的克拉克遭到了同僚们的一致嫌弃 如果没有你 我们好歹还能宣传一下灵伤亡啊 正当克拉克快在英国会面下去时 他曾经的老上级韦威尔将军 从埃及给他送来了一封信 来我这儿 我有一个可以直接打击敌人的重要任务给你 1940年12月 克拉克来到了开罗 韦威尔将军开门见山的说 我们现在正在和意大利人交战 应该说与他们打仗确实压力不大 不久之前我们就赢了一把大的 但是我还想赢一把更大的 所以需要你来帮忙 对于领导的重视 克拉克赶贵莫名 不瞒您说 虽然意大利人很菜 但小人目前为止 唯一的战绩是 围观了一场一百多人的投袭 并成为了唯一的商员 我觉得如果想组织会战的话 把我派上去 应该说确实意义不大 听了克拉克的话 韦威尔将军笑了 让你来不是让你上战场的 而是我准备组织一个战略欺骗部门 专门忽悠意大利人 多年以来 你万花从中过 偏爷不战身的本事 我们都是知道的 连女人都骗得了 我觉得骗意大利人 应该也不在话下 所以我想让你领导这个部门 克拉克感觉 你这个话 似乎也并不像是在夸我 但是我还是干了 于是 克拉克被任命为了 中东司令部特别情报官 在开罗英军司令部的 一眼早堂里 情报官大人上任了 这么重大的事业 为什么要在早堂里开张呢 原因是 由于当时局势太乱 英军的中东司令部 办公地点严重缺乏 实在没有办公室了 有导航不错了 凑合用吧 就这样 在司令部的御师方边 克拉克接到了 他的第一项任务 对意大利东非军团 展开战略忽悠 让东非总督相信 我们的进攻 会从东部发起 从肯尼亚出发 进攻索马里兰 在我们之前的 小国系列中 曾经讲过 在莫苏里尼的 莫加思想影响下 意大利对其东非殖民地 厄利特里亚 十分珍惜 进行了大量建设 这就导致了 东非的异军 成为拉尔战中 少数能打赢仗的异军 1940年8月 意大利东非军团 开始进攻英属索马里兰 很快完成了战领 按照常理 英国应该夺回索马里兰 但是韦威尔将军觉得 应该趁现在 异军都在索马里 自己带人 去偷袭厄利特里亚 一波偷家 直接捅腾沃索里尼的定样 但要实现 这个计划的前提是 他要让意大利人相信 英军会从肯尼亚出发 夺回索马里兰 这样一军主力 才能固守索马里兰 自己才能实现偷家大计 而如何忽悠一军 相信这点 就是克拉克的任务了 对于这项任务 克拉克的计划是 营造一种 英军在肯尼亚大举集结的假象 以让意大利人相信 进攻会从南面发起 首先 克拉克要求 英国空军空袭索马里兰 让意大利人注意此地 其次 克拉克印刷了 大量索马里兰地图 在部队中发放 意大利间谍 也肯定会捕捉到这个信息 在此 克拉克还安排了 肯尼亚地区的 大量无线电通信 不管异军能不能破异 起码吓下他们 最后 克拉克还故意泄露了一个消息 一直驻扎在印度的 庞大军团 正在调往肯尼亚 克拉克甚至为这支部队 编造了资料编制和军官名单 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 作为一个新手 应该说 克拉克的工作 做的是相当优秀的 很快 他就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 阿梅迪奥完全相信了 一支庞大的英军部队 要从肯尼亚北上 进攻索马里兰 坏消息是 克拉克没想到的是 阿梅迪奥总组的性格 属于印朝厂出货 很有必输 在掂量了一下 手下这群废物的战斗力后 阿梅迪奥总组认为 自己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打赢这支英国大军 撤 兄弟们跟我撤回厄里特里亚 这次成功 但又没完全成功的战略忽悠 让克拉克郁郁了 他由此总结了 战略忽悠界的一条原则 忽悠的关键 不是让对手阿倪的意愿思考 而是让他们 阿倪的意愿做事 只能意大利从 就不应该把他们吓唬得太狠 在计划失败后 空下来的克拉克又开始了旅行 他在旅途中 劫持了一个见状的美国佬 两人一见如故 克拉克给这个美国佬 猛吹自己在国内 成立的那支英国突击队 把对方听得一愣一愣的 最终 这个美国佬表示 自己回国以后 也要成立这样一支部队 他建议说 不如就起名叫游骑兵吧 次年5月 美国陆军游骑兵成立 这个克拉克的美国朋友 名叫威廉·多诺万 除了成立了游骑兵部队外 多诺万后来还搞了 另一个小部门 叫做美国中央情报局 虽然忽悠意大利人的计划 执行的不太圆满 但最终 英军还是成功 拿下了厄里特利亚 为了鼓励克拉克 领导委威尔 给他批下了一大笔经费 以后别在澡堂子混了 租个好地方 正宁的搞个办公室吧 于是 在对领导千万歇后 克拉克从澡堂子 成功移驾到了妓院楼下 在一家开罗妓院的楼下 英国先前A部队斯林布 开张了 1941年1月 在开罗一家妓院楼下 克拉克的A部队正式开服 同时也继续开始忽悠异军 克拉克虚构了一支 上天入地的 第一航空特种兵旅的存在 在伪造的文件和照片里 这支部队今天空降敌后 明天凌晨投袭 吓得耶大利人一愣一愣的 当时有一名叫做戴维斯特林的 英军军官正在开罗养伤 他对这种将散兵与突击队 相结合的想法很感兴趣 克拉克也对他提供了很多帮助 后来斯特林真的搞成了 这支特别空情部队 为了纪念克拉克 斯特林将这支部队的缩写定为了 克拉克第一航空里的缩写 ICAS 随着工作越来越深入 克拉克开始到处寻找帮手 多年来的经验让克拉克明白 干这种特种工作 职业军人的作用远不如江湖豪杰 要把眼光看向民间 比如谁都知道 老师密度最高的地方 不是学校而是理发店 在克拉克的号召下 A部队里充满了各种奇人意识 比如我们之前讲过的 贾斯帕马斯基林 以斗法老修长 变明亚历山大港的 一系列传说文明于世 也比如维克多琼斯少校 作为克拉克在剧院中的老乡时 维克多在布景方面 有着超强的天赋 他能把大炮 坦克 卡车等道具 弄得唯妙唯笑 曾经在两个月内 制造了三个团的指儿指马 把异军战场机看得一愣一愣的 也比如神秘的提特林顿的少校 作为前军情武处的特工 克拉克对外声称 他的任务是测试隐形墨水 当然的 不是卡明爵士的那种隐形墨水 实际上 提特林顿的真正任务 是组建伪造团队 他带着欧洲各国 征调来的印刷工人和伪造专家 在整个战争中 伪造了八十多种不同类型的邮票 近百种不同国家的邮戳 八百多张信封 数千张身份证明和许可证 和几千份伪造签名 跟他们一比 萧让和金大监 只能算是业余票票 当然了 在招人的过程中 克拉克也不是没有遗憾 比如他曾经在叙利亚 见过一位长相喜感 只有一只眼睛的老哥 俩人相谈甚欢 还一起讨论 如何把伪造的轴心国弹药 送到敌后让其炸糖 克拉克力邀对方来自己的部门 可惜对方的龙骑兵团 实在不肯放人 这位让克拉克遗憾的独眼大哥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爱马仕 阿尔弗雷德·温特 总之 在收罗了如此多的豪杰之后 克拉克把这支战略欺骗部队 搞得像个像样 然而 就在他准备大准拳脚时 一个人却用物理的拳脚阻止了他 1914年初 龙美尔到达了北非 龙美尔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什么叫做一力相识会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什么战略欺骗根本没有意义 克拉克的A部队成功让龙美尔 把盟军的兵力高估了15% 可多估了又咋样 一个带英师打 两个盟军也是揍 人家根本不在乎 照打 龙美尔用自己的攻势证明了 真诚才是战场的必杀技 在英军连战连败之下 克拉克很快失去了表演的舞台 由于龙美尔的真诚 克拉克又一次闲了下来 此时的A部队已经运作成熟 无所事事的克拉克决定 给自己招点事做 于是他前往了葡萄牙 在二弹中 由于葡萄牙的中立地位 葡萄牙首都李斯本 成为了著名的欧洲的间谍之都 对于这片波波升级的热土 克拉克十分向往 1941年8月 在有人接手A部队后 克拉克决定 亲自前往葡萄牙 过一把特攻引 当然了 在官方说法中 克拉克宣称 自己的使命是向周星国释放假情报 这也算是一种战略欺骗 这是计划的一部分 1941年8月 克拉克抵达了李斯本 利斯酒店 作为一名新人特工 大达了间谍之都的克拉克 心潮澎湃 放下行李就开始满大街流的 瞅谁都想间谍 这一副好奇宝宝的样子 成功吸引了各路情报机构的注意 在各国特攻的注视下 当天夜里 克拉克悄悄走进 意大利驻葡萄牙大使馆 表示自己是南非通讯社记者 由于长期遭受带应迫害 早就对英国心怀不满 所以哥们我自己组了一个情报网 希望能为反应大业做点供贴 在李斯本 这种事属于日常节目 意大利大使馆的情报官 接待了克拉克 在谈了半小时后 意大利情报官郁郁了 郁郁的原因是 克拉克的外行 让情报官感受到了侮辱 是 我们意大利的情报系统 确实比德国还菜 可我们好歹也是个正经情报部门 你就算想骗我也得走走心吧 一个南非人 长狗就是伦敦银 一个小记者 住在李斯本最豪华的利兹酒店里 你就差把英国舰铁鞋在脑板上了 你装的这么外行 我都没法配合你眼嘛 但是 为了搞清克拉克的目的 意大利人只能强忍着 装作没识破的 毕竟知道对手想释放哪些假情报 也是很有价值的 并且出于友善分享的目的 意大利人转手就把克拉克 介绍给了阿波维尔 进而共享给了罗瓦尼亚人 在短短一个月内 克拉克居然成功的 被16家情报机构收编了 当然了 16家机构全都知道 他是英国派过来的卧底 但是 克拉克对此一无所知 他兴奏中的向上级汇报 自己的情报工作有着巨大进展 对于如此成就 代应非常重视 很快派人来里斯本摸了一圈 然后才发现 克拉克在这里 是光着屁股推摸 你是转着圈的丢人 赶快给我滚过来 1941年9月 克拉克回国 对战略忽悠的一系列工作 进行了汇报 终于让伦敦高层 忘记了里斯本这回事 战时内阁 希望由他领导 伦敦的战略欺骗部队 却被克拉克拒绝了 原因是 我还想回里斯本 继续当特工 由于上一个身份已经暴露 1941年10月 克拉克化身 泰晤士报记者 重回里斯本 这次我一定要潜伏成功 对于这一次的潜伏 克拉克是相当自信的 因为这次 他穿上了碎花裙 脚踩高跟鞋 套上了黑丝袜 坚决地要以女记者的身份 打入敌人内部 当然了 相信大家也能想到 只要周星国的特工们 不是龙虾兵 就不可能认不出克拉克 仅仅8天之后 在马德里街头的克拉克 就被西班牙警察逮捕了 对于克拉克的这次潜伏 阿伯威尔的特工们 是真的愤怒了 这倒不是因为 它造成了什么破坏 主要是太侮辱人智商了 为了报复克拉克 纳粹的特工们 在百忙之中 把他的女装罩 打进了一万多份 分发到了欧洲各地 这次一定让克拉克 撅屁股上供 现个大眼 由于造型过于突出 这张女装照片的 传播范围极广 连金菲尔比 都特意复制了一份 指送莫斯科 让卢布扬卡的同志们 一起笑一笑 在战火纷飞的欧洲 克拉克成功地 让自己的女装照 跨越了一切壁垒 各国都知道了 戴英那边出了一个女装大佬 克拉克从此 真正实现了破圈 名声在外 有好有坏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变态 在照片传到伦敦后 整个英国都沉没了 上级下达了死命令 马上让克拉克回国 查一下他的精神状况 这不是探机生物 能整出来的活 在反复向上级 保证自己不是神经病后 克拉克终于得到了 不用回国的批准 他终于意识到 自己在特工这个领域 有两把刷子 在上面没毛 妈的 伊比利亚的事情 为什么总是这么糟糕 放弃了特工生涯后 克拉克回到了开罗 因为此时的北非与世 已经恶化到了 无以复加的程度了 1941年11月 克拉克抵达开罗 在克拉克的这段时间里 接手A部队的人 叫做拉尔夫·巴格诺德 作为著名的地质学家 巴格诺德在北非 做了很多工作 比如成立了一支 沙漠突击队 收编了一名士兵 叫做基斯班维尔等等 但是 巴格诺德显然不太适合 做战略欺骗工作 原因是 他太想出名了 做战略欺骗工作 最主要的目的 在于混淆敌人的思维 是让对手猜测 顺顺其个口 地上盖个楼 一共几个球 重点在于 让敌人搞不清状况 而在接手A部队后 巴格诺德 居然把这项工作 完全公开化了 还给自己取了个 首席欺骗官的头衔 这等于直接承认了 英军的部队规模有水分 果然 克拉克之前 苦心虚构的部队 全都被周星国逐一识破 1942年5月 龙米尔发动进攻 英军再次惨败 眼看着 就要被德军打进埃及了 为了收拾这个烂摊子 克拉克不得不 重新构造之前虚构的部队 从1942年春季开始 克拉克开始实施 一个漫长的计划 吉连行动 他要通过文件 照片 模型 无线电等多种手段 凭空新造出 巴克斯 三个旅 和一个散兵团的幽灵部队 由于巴克诺德的自爆行为 这一次的虚构工作 难度大了很多 这些幽灵部队 都必须有来历 有番号 有徽章 有军旗 有军官传承 有历史言格 总之 除了他们不存在之外 一切都得跟真的一样 好歹由于代应殖民地广大 克拉克有虚构的发挥空间 他虚构的这些部队 被他从阿富汗 印度 叙利亚 肯尼亚等多地调来 克拉克和他的团队们 为这些部队 编造了海量的细节 这项工作相当无趣 但他却需要超强的记忆力 和极大的耐心 最终在克拉克的努力下 今天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到1942年底 周星国情报部门 已经把盟军持力 高估了近30% 大量的精锐部队 被浪费在了 防备这些幽灵部队上 由于功勋卓著 1942年9月 克拉克成功获得了一枚 大英帝国关左勋章 10月 克拉克又得以纪念丘吉尔 成功获得了 整个中东盟军 战略欺骗工作的授权 在升迁之后 克拉克终于稳健了起来 由于清楚 自己的实操水平 确实不胜高明 克拉克放弃了亲临一线 转而在幕后 指挥手下们 将各种创意来付诸实践 比如著名的 用尸体传递假信息的 肉馅计划 以及蒙哥玛丽的 替身计划等等 时间来到1944年 此时战争局势 已经完全逆转 A部队的价值 也就逐渐削弱了 1944年10月 A部队的主要工作 都已结束 克拉克手下的旗人们 也纷纷干回了老本行 赶到使命结束的克拉克 在开罗组织了一次 盛大的聚会 谢谢了担子的他 重拾了战前的幽默风度 在席间引得众人大笑连连 1945年4月 克拉克离开罗 回到了伦敦 属于他的二战结束了 两个月后 克拉克在伦敦大中央酒店 宴请所有A部队成员 他端起酒杯宣布 大英先前A部队正式解散 由此刻开始 我们已成为历史 在战争结束后 克拉克以准将的军衔退役 并开始着手撰写 本部门的历史 然而 克拉克撰写的这部历史 却至今没有出版 因为英国也是有保密法的 在严格的保密法下 克拉克领导的A部队 长期被人遗忘 直到二世纪末 克拉克的老部下们 才把他的功劳讲述出来 让克拉克在死后 成为了英国的传奇 在无聊之下 克拉克写起了精通小说 销量还相当不错 战后的克拉克 在伦敦买下了一间 拥有巨大落地窗的公寓 经常邀请那些公约夫人们 来此闲谈 作为一名终身未婚的老男人 克拉克保持了终身的魅力 年过七十 还能获得少女的芳心 1974年5月7日 战略欺骗大使 达德利·克拉克 在伦敦病逝 作为一名军人中的异类 并没有太多军人和官员 参加他的葬礼 但是 由数十名美女组成的 达德利公约夫人送葬团 却震撼了整个伦敦 也许直到这个时候 那些只听过传说的外人们 才终于相信 作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骗子 达德利·克拉克的战略欺骗能力 确实已经真于化境